有人想問Twitter,Beeber就問他40.7元買的 究竟他可以多差呢? 其實現在很尷尬的 因為Twitter這件事,我們暫時所留意到市場的反應 反而大家會覺得他應該是輸了的 就是輸了整件事被收購這件事 自從他說打官司之後,很正常的人就覺得 又要再燒錢未必可以 但是因為這個我自己都未去特別細節去看 但是聽朋友說,那邊的法例 有些東西是可能令Twitter受惠的 所以變成打官司未必說大家所想 Twitter要在一個叫做劣勢那邊 大家會當五成五成的 如果五成五成就是什麼呢? 除了他有機會是有錢的 或者變成整件事推行了 真的會令到JRM會買 因為可能他們之前有些東西不肯公佈 你放得上角度就真的要公佈了 可能會清晰化了 所以我會這樣看,我們不是特別好看好這件事 但是只是這樣說,你未必需要禁止 但是如果你剛才說上方的位置買了 我們自己覺得 除非真的突然因為打官司這些消息 令整件事重新變回有機會被人買 否則短期內未必那麼容易上的水平 你看到昨天晚上借著上來抽 都是抽到大概40元附近 我覺得42元對Twitter的阻力也挺大 are the ones that may be cleaned 就算是很中 Bei 或者是一個粉漫的 有可能嗎 對 是 是 我們是 但是我們現在要有一個 放口的 我們是 我們是 我們是